第三集 只要考场上发挥得正常 这个举人怕已是难中之物了 几个人记忆良静 苍达又招了巧娘上前 与了她一张银票说 往后妹夫只管读书 家中之事你却得好身操劳着 该花银子的地方只管花 我每月过来看望你们 若是银子不够花了只管告诉我 巧娘硬了收好银票 待见郑婆子去除下倒水 悄悄跟进去 从怀里拿了银票出来的 婆婆 这个银票由您收着吧 现下还是郑婆子当家 虽是大哥给的银子 巧娘却怕郑婆子介意 郑婆子这回到开头 温言道 这是你大哥给银法用的 你只管收着 家里田地有收入 明夜又尝试打了鸟去买 倒也不是很难 若真难了 我再与你拿来用便是 巧娘忙硬了 进房收好银票 这才出来与郑婆子商议 中午买些什么 款待大哥大嫂 郑明发在就业的帮助下 重拾经书 欲待明年考举人的事 没多时便在邻里亲戚间传开了 家里忽然比晚常热闹了些 亲的书的亲戚都忙着先来打个照面 生怕待郑明发 真考中举人时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郑明发也不服他们的面子 耐着性子应酬着 应酬了几日 这才说到自己线下需要尽心读书 改日再请亲戚们来坐 这些亲戚们方才散了 不想才尽得几日 却有本家一位不常来往的沈婆上门 这回却是问郑明夜提亲来着 把朕婆子写得一愣一愣的 前前拖了媒人 四处为郑明夜说亲 人家姑娘不是嫌她是小儿子 将来分不到什么产业 就是嫌她是济世所出的儿子 在宗室里说不上话 更有那大胆的姑娘 曾远远见过郑明夜的 说到凭她那瘦巴巴的生子骨 走路还打话呢 嫁了她没笨头 因此要为她说个亲 竟费了许多口舌还没成事 上回有个松了口的人家 郑婆子本以为这头亲事定能说成了 谁知人家说 聘礼不能少于郑明发 当初去巧娘下的聘礼 还要再打四样金事 过了门一个月 就要分家自个儿过小日子等等 把郑婆子气得倒痒 背地里暗骂了好一阵 此事自然不再提 如今却有人自动上门来说亲事 且不说人家姑娘如何 当是女方家 拖人上门来男家这事 就够荣耀的了 巧娘在房内听得本家沈婆上门 忙抱了跪脚出来瞧个究竟 听得沈婆所提的姑娘 却是村里张家的姑娘 名叫黑桃的 不仅诧异 那张黑桃又高又壮 父兄又得利 她不挑人还罢了 怎会反让沈婆上男家提亲 沈婆子听得是张黑桃 这个姑娘她也是见过的 一看就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身段有前有后 正是乡下最受欢迎的媳妇人选 要说自己让媒婆去说亲 也不敢挑他们家去说 这回沈婆一说 她也跟巧娘一样愣住了 沈婆最会察言观色 分辨心思 见了她婆媳两人的表情 如何不明白他们的想法 只呵呵笑着说 论起来 张家姑娘你们也是见过的 虽不敢说是百里挑一 但上她家提亲的 却是踏破了门槛 只是张家姑娘 心心与人不同 说到嫁人不嫁铁 只想嫁个 知冷知暖的体贴人过日子 这就看中你家明艳了 张老汉也疼女儿的 自然已了 因此请了我上门来问一声 若是行 你家便请了正经媒婆 去上张家去提亲 票里什么的 任凭你家的能力出 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若是有声不妥 或是八字合不上的 或是你家明艳 已经输了人了 去悄悄的别做声 只当我没来过 朕婆子和巧娘 互相疑惑的对抗仪 摸不清张家的真实想法 要说这自然是 一门求之不得的好轻事 只是姑娘家如此主动 反令人生出一些想法来 一时便沉映着 只拿眼看沈婆 沈婆本是一个老人精 因此张家才会拖她来说这个话 如今见了正婆子和巧娘的神色 知道一些门面话 却是哄不了他们 只得咬咬牙说了实话 原来张黑桃心气高 一心想挑个好人家才嫁 可是自家只是农户 再怎么挑 不过是在村里挑一户好些的 门当户对的农户 嫁过去罢了 高门大足傻的 却怎么也轮不到她 虽是如此 她却是总不甘心 却下上门提亲的虽多 却咬紧牙关 只是不应称 浅些时 听得郑明发 遇待明年重考举人 又已拖在郑家那做过官的 童宗那里做了弟子 却是一个有前途的 因此思量着 若是郑明发中了举人 郑明业也算是举人的弟弟 再怎么说 也比一般农户强 若待郑明发中了举人 再来说 只怕这头亲事 还轮不上她张黑桃 因此 定下神来 跟爹娘商量了几日 这才决定 请了沈婆来探下口风 贵姐儿在巧娘怀里 听得沈婆的话 大大的吃了一惊 这个张黑桃 不过一个乡村女子 却这般的会为自己谋算 只怕是一个不简单的 若是进了门 老娘不知道 会不会吃她些暗亏呢 郑婆子和巧娘 听得沈婆解说了 这么一大段话 这才信了张黑桃 确实是真心想嫁进郑家 这自然是极好的事 哪会不应成 当下就讲明了 什么日子拿帖子和八字 什么日子请媒婆 上江家去提亲等等 商议完毕 这才拿根红绳 串了一吊钱 谢过沈婆 林总 又把上回方达 送家里来的吃食 包了一油纸包 抵御沈婆 令她拿去 与几个孙子们吃 带送了沈婆出去 郑婆子便拍着大腿说 我说先前请了 媒婆 慧民也提亲 总是不成事 原来是她的姻缘未到 这回姻缘到了 不用去说 人家倒先上门来说了 又是一门之根之底 难得的好人家 可知风水轮流转 让人忧几年 又让人喜几年 不会绝了人的路 老天官会拿捏住咱们凡人 一切得顺天意行事呢 说着又兴冲冲地拿了篮子 抓了一点吃食 说到要先去妈祖庙里 答谢神问 跪竟看郑婆子来取匆匆 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才知道 妈祖庙离家里挺近的 怪不得郑婆子拜得起 原来不过半盏茶的矫程 郑婆子挂好篮子 老脸笑成一朵菊花 对巧娘说 我对着妈祖娘娘说道 明夜欲起张教姑娘的事 一流三个圣杯 真这是大吉啊 今儿老到不在 若是老到在 还得再叫她 为明夜补一个挂 巧娘听得大吉 也笑了说 可这天助地 张教姑娘是咱家的人 月老都安排好的音乐 婆媳两个讨论了一会儿 有商议聘礼该给多少 要不要上阵里 再打几样金事之类的 张家虽说聘礼 只凭郑家能力出 究竟不能太寒酸 也得有几样拿得出手 方显了郑家的面子 带下武郑明夜 从田里回来 得知张家 突然来说张黑桃 一张脸到账得通红 老半天憋出一句话说 他那身子壮得很 将来过了门 又是打起来 只怕我打不过他 一句话 引得全家笑得半死 看看日头偏西 巧娘忙着烧水 让几个儿子洗澡 这阵子 收拾了一间小厢房 给郑明发读书用 还生怕几个儿子 在家吵着他 天天赶了出去 让他们跟着郑明夜 出去打鸟抓鱼下田的 看着儿子们的脸 全晒得贼黑贼黑 不由得有些心疼他们 寻思天越来越热 要是晒出个什么事来 可不好 少不得也把儿子们 送到学堂上学罢了 这村里大多数孩子 都是十岁以上 才上学堂的 几个儿子在家 跟着郑明发 也认了不少字 这会儿送到学堂 倒是没有问题 只是要送三份树修 却是有点犹豫 若是只送了来荣来华 两个大的去 又怕小的来富不一 且来富一下子 施了两个哥哥做完败 也坐不住 巧娘一路想着 一路打发几个儿子 洗了澡 这才咬了水 给桂姐儿洗 桂姐儿满月后 阴天越来越热 巧娘给她洗澡时 并没有关上房门 还任由几个儿子 接了帘子 看她给桂姐儿洗澡 所以 桂姐儿每到洗澡时间 便是有些心情不爽 虽说看自己洗澡的是 几个亲哥哥 可自己好歹是个女孩子 怎么能任由人看个够呢 因此 洗澡时一件帘子被人揭开 就哇哇大哭 帘子一放下 就停了哭声 尹的巧娘万分的奇怪 心中不幸桂姐儿 真个懂得有人看她洗澡不高兴 便叫了几个儿子 牵帘子 湿了几次 结果 见桂姐儿果真瞪着帘子看 一揭开就哭 一放下帘子就不哭了 这时乐的 跟正婆子说 这么小的女娃 都懂得害臊了 可真奇了 正婆子也乐了 笑着说 咱家桂姐儿金桂着呢 洗澡 可别叫人乱看了去 婆媳两个 虽这么逗去着 说桂姐儿 毕竟不信她小小婴儿 真的是个懂事的 还是没拦着 来容几个乱接帘子 桂姐儿一则 见自己反抗无效 二则也怕 做得真出格了 引人怀疑 只得放弃 维护自己的洗澡隐私权 心中悲泣几声 任由几个哥哥观看去了 妹妹小手臂 分成四节 小腿也是分成四节 很像莲藕 还有 你们看 她们小手 还有五个酒窝呢 来容接了帘子 把头探进去 看贵截 一边看 一边评价 妹妹小肚子鼓鼓的 小屁股全是肉 很像在水里游泳的青蛙 来华不甘落后 也探头进去评价 桂姐儿听得哭笑不得 鼓着腮帮子 吹了一下口水 吐出一口闷声 默念她 不要跟个小屁孩一般见识 沉出去 沉出去 虽是这般默念 却还是忍不住 气得半死 我哪里像青蛙了 听听这形容词 没等恶心人呢 来我长大了 有你们好看 巧娘左手 扶在贵截背上 让贵截的脖子 靠在手肘上 手掌倾托着 贵截的小屁股 右手拿毛巾 帮着贵截洗小腿内存 一路洗 一路听得来 荣己兄弟 讨论贵截的身体结构 不由明显笑了 忍不住 拖起贵截的小屁股 狠清了一口 贵截冷不防 小屁股被着了一记狼吻 心中委屈得 再也控制不住 挥舞着小手小脚 哭了起来 娘 你把小妹妹亲哭了 来容他们 再连外大惊小怪 嚷了一声道 哭得这么惨 看看 是不是清剥皮了 说着 三个人就挤进房内 凑近了 去看贵截的小屁股 刚好 巧娘 拿着毛巾 围住贵截的肚脐 脱高她的小屁股 去查看究竟 见来容他们 都挤过来 转过声 拉赫尺他们说 快些出去 又挤进来看什么呢 小心吓这妹妹了 巧娘这一转身 贵截就正对着来容他们 见来容他们的脸 就在自己的小屁股下面转动 小小心里 真是个羞愤交加呀 用力大哭出来 这一使劲 撕的一声就尿了出来 正好来容靠近他 又张着嘴说话 这股尿柱就直直地 喷进来容的嘴里 来容惊叫一声 嘴巴盲闭上 头脸也早就着了一些尿水 他慌乱中 向着来华来福身后一臂 来华和来福迎面而上 也被剪得一脸尿水 个个惊叫一声 用衣袖去擦 嚷道 好大野泡尿 来容往地下直呸 吐了好多口水出来 天性奶娃娃的尿并不臭 除了一点点奶骚味之外 倒没什么 只是心里不舒服 还在干呕着 让你们再看我洗澡 让你们再看我洗澡 哼 贵姐儿尿了来容他们一通 心里稍稍消了气 再一看来容他们的狼狈样 却又忍不住在心内畅道 我对你的小 又对你的小 嘿嘿 瞧姐儿这回 查看贵姐的小屁股 见被自己经过的地方 确实一个红红的印子 不由身会 一边哄着贵姐儿 又忙着帮她擦干身子 穿上衣裳 嘴里又埋怨自己的 都怪你啊 都怪你啊 可把咱贵姐儿 亲痛了 真该打 说着 又呵斥来容他们的 让你们不要挤进来 偏挤进来 这回 可尝尝妹妹的尿水了 来华来福 以用衣袖擦干了脸 邓大爷说 咋洗得早 这下被尿了一头一脸 得去再洗一次吧 一边却指着来容大笑 来容哭丧着脸说 妹妹的尿 干奔进我嘴里了 倒霉死了 郑婆子听到这边吵嚷 过来看个究竟 也笑了一个半死 奶娃娃的尿 可是消云散热的好东西 有那不小心撞伤 急伤急欲的 还得寻人家 奶娃娃的尿去喝呢 便宜了你们几个小子 还不快去洗头洗脸 再堵在那儿 小心你们妹妹 再伤你们一袍黄金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